大家好 很多花药刚开始养花的时候 总是兴冲冲的买两盆蝴蝶兰回家栽种 但是发现养没多久 这个蝴蝶兰就给养死了 其实蝴蝶兰本身它不难养 一些新手花药刚入门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需要记住好这三个要点 就能够把它轻松的养活养好了 那么是哪三个要点呢 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 我们放置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合适 那么怎么样才叫合适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直射光的地方 我们把它放在光线明亮 或者是有一点柔和的散色光照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一定要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空气的流通 这样才有利于蜘蛛的生长 然后呢我们养护环境的温度呢一定要适宜 它是一个比较喜欢温暖的养护环境 那么如果是冬季啊 或者是早春比较寒冷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放置在一个相对比较温暖的地方 或者是呢给它做好一些保温措施 第二个呢就是水肥一定不要过量 浇水施肥呢一定要根据天气来进行 如果我们养护环境的温度在15度以上 那么可以正常的浇水施肥 但是如果是在10度到15度这个区间内 我们就要减少浇水不要用肥 如果是10度以下就一定要想办法给它保温了 放在暖鲜房或者套袋保温呢都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施肥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不能够过农过禽 以免产生肥害 很多话有把握不好施肥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施肥的小技巧 就是我们先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放上一点这个磨肥 缓氏肥 磨肥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撒在盆土里面呢 在植株需要养分的时候才会释放养分 植株不需要养分它就不会释放养分 所以呢将它撒在盆土里面 根本就不用担心会伤根啊会出现肥害 然后呢后期我们再用上这个南科营养液 给它进行液面喷湿 其实呢浓度呢最好就是翻一两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营养充足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要选择太过大的盆来栽种 因为如果盆太大我们浇水很难把握 再加上呢这个水呀很难很快蒸发出去 很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 但是我们选盆的时候呢也要注意 不能够选择一些透气性不好的盆 最好就是选择像这种 四面都有非常多的透气孔 这样透气性非常的好 那么不管是浇水呀施肥 或者是平时养护呢 都可以避免盆土出现积水 蓝根的现象 所以刚刚开始养蝴蝶兰的花油了 就要注意了 我们把这入门的三个要点做好了 蝴蝶兰轻松就能够养活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 我们下节目就会变成了 我们下节目就会变成了 我们下节目就会变成了